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令 出门第一景象 什么叫出门第一景象 其实你的大门出去 那个是个名堂 所以当你一出去 你所见到的第一影像 假如是好的 宽敞无比 你来讲没有任何的冲煞 自然而然 你这一个房子的禁气是正常的 但是你假如一出去 有钱有壁刀 然后旁边又破败屋 让你不是很好的心情出去的时候 其实这一个房子的名堂就已经有出问题 所以出门的第一景象来讲 他就是决定你名堂的一个好或坏 你心情好的出门 跟一个心情不好的一个出门 当然是不一样 但是人家都讲见怪不怪 刚开始会觉得奇怪 后面你就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这些不良的影像 他还是会去影响你 所以到最后 他自然而然 他就会产生在风水上的不好 不适的现象 所以各位你好好的去做 就是说你站在你的门往外看 有没有你就是只要直线的一直觉得往外看 你不要左右再看 不用左右 就是在门内的一步往外这样看 然后看到有没有不好的一个迹象 假如有的话 各位赶快用个植物来帮忙 不然的话 长期下来他是会产生不良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